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组 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明白说 我们人的属灵旅程有起伏的 没有一个人是一直保持颠峰状态 只是说你生命比较老练之后 比较沉稳一点 这样的肢体可能说这样读经 有这样的参加小组的时候 有时候个人自己本身 有时有一些忧虑 或者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交给主 所以一般上弟兄姐妹会枯干冷淡 对那个纠结的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得释放 所以这样的弟兄姐妹 可能你要找一些属灵掌握者 深谈你的问题 这是需要的 这个深谈之后 起码你从神的道 知道在你的这个现况里面 神跟你讲什么 我们人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神跟我们说什么之后 我们才能得坚固 我们自己领悟不出 我们现在的问题 的那个答案是什么 所以那个你得交之后 你要带到神面前 最后你要相信 只有神能扶持你 最后你还是你个人 面对神的整个祷告收复 所以这个弟兄姐妹 这样讲的时候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读了神的话 但是我没有办法应用 我没有办法查验 何谓上帝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所以我可能留在 有些固惑里面 这就是牧者的工作 所以请你们找 我们教会的一个 你能够信任的一个牧者 然后来谈这件事情 之后直到这 回去自己个人的祷告 好吗 好 若有不同教会信仰路线的 弟兄姐妹加入 且尝试改变教会的路线 该如何回应 那你要知道 我们基督生命堂 我们是也属于众教会 只要不是异端 任何正统的宗派 我们都愿意接纳 因为如果那个宗派 有一些比较好的 或者善于治理教会 或者带领的一些 有一些眼光 方法 我们是愿意参考 这个是我们先 谦卑的这样说 但是我们也知道 很多时候呢 我们从我们现有的教会 来的有一些弟兄姐妹 可能他们对自己过去的 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做法 他们很passionate 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对的 为什么基督生命堂 没有这样执行 你一定要记得 当我们不执行 你所提议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知道 一定有理由 可能在理念方面 有一点不一样 不管是能唱诗的方式 或者我们有时候 牧养人的方式 各方面 或者我们治理教会 有些教会是 先讲究治理 很有规划 但是我今天已经讲了 我们不是先讲规划 我们先是看圣灵的工作 神把人带来 然后教会门徒多了 有一些需求 之后我们才讲 如果你来自的一个教会 是五百个人 你五百个人的那个制度 你要用在五十个人的教会 行不通的 你要明白 等我们到了三百四百五百之后 我们再参考有一些东西 所以制度的东西 我刚才说 规章制度的东西 因为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们要受圣灵引导 所以我盼望 我们之间彼此学习 也要彼此谦让 有时候 你来自的中派 跟神明堂的一些 我们的做法 有点不一样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现在是附属在这个教会 你要重新也要学习一下 也了解 为什么我们做有一些事情 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的见解 但是除此以外 如果你的见解是好的 我们就愿意参考 好不好 好 那请问牧师 如何在工作 与教会生活取得平衡 这个问题 其实我已经 讲过很多次了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去参考 丹尼礼书 我就是有一次 接着丹尼礼书 就这样讲 你首先 你不能说 我因为教会的缘故 我随便做工 神没有告诉你这样做 如果你应当做工的时候 你就打电话 跟人传福音 肯定有问题 所以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在工作 你对公司你有责任 这也是神给你的责任 所以神给奴隶的说 你们做奴隶的 你们要怎样的 从心里服侍 你的主人像是服侍主 那在他们面前 也得到他们的心 有好的见证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你也绝对不能因工作 你取舍主教会的事 因为教会里面的事情 是神家的事 也是你的事 因为你是属于主的身体 你在教会里面 你要得机业 如果你教会生活软弱 因为工作 聚会不参加 不服事 不管教会里面的事 就单单成为一个礼拜堂图 我今天说什么 你一定会因工作 劳苦重担 所以重点是什么 你要从教会得着力量 从教会的信息得着力量 来去到世界 影响自己 那很简单的一个 就是但里里他先分别 对 先分别 不以自己 不又以自己玷污 有王的酒跟善来玷污自己 对不对 那个分别了 对你来讲 你要怎么分别 对你来讲 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一定要表现出来 然后一个基督徒 上班的那个目的 工作的目的 赚钱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单单叫累积 你地上的一些财务的东西 你是神给你一个地方去 在那个地方荣耀祂 你借着地上的工作 也能够做见证传福音 所以你如果分别的那个心态 分别的目的开始 之后呢 你一定在工作的场合里面 你先到工作 现在先祷告 不要先开电脑 先像当里里定时祷告 这样 仰望主 然后记得 我来这边工作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呢 当你打开眼睛 的时候呢 心里面跟自己说 我真的服侍这个公司 像是服侍主 不要像一般的员工这样 求得自己的利益 你带着那种 求得自己的利益 大家偷懒 我也偷懒 就是这样 公司又没有给我什么好处 叫我做的半死 这种心态 是你常常祷告当中你要出去 你这样的心态是跟世界的人一样的 没有分别为神的 对不对 你这样的忠于主的话 重新于主来服侍地上的 主为你预备的公司 你因为得招人的 得招老板的心 那如果你这样做了 你已经满足了神所讲的一个公义 那公司不器重你 那自然会有人会器重你 那个时候呢 你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你可以跳槽的 所以明白吗 但是一个人当他看到 我以教会为中心 然后从教会支取力量 来到地上的工作上去的时候 能够有这样的活效 他自然会能够兼顾两者 但是如果你把他分开来 工作是工作 教会是教会 你就发现没有效力 好的 请问牧师 朋友已受洗好几年 但从他过去的教会生活中 可以知道他的教会 并不重视羊群的牧养 比较重视灵恩 从之前的言论中也感觉到 他很不喜欢 或是害怕别人批评 或是讲论他的教会 那这样应该怎样劝对方 最重要的应当 还是回到神的真理中吗 我也常常为此而祷告 之前曾用神的话和他说 但他居然有点排斥 所以不是我跟他所说的 所以他又提出教会的问题 又不愿意有人讲 他的教会不好还是什么 然后他讲了 我的教会不重视牧养 只重视灵恩 这句话也很奇怪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灵恩 灵与恩本是很好的字 对不对 但是意思就是说 可能我教会不重视牧养 只有灵恩派是恩赐运动 所以就关注恩赐 人数 可能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 我这样说吧 我们对教会 每一间教会 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爱 甚至是灵恩派 因为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 七间教会 有一些教会真的很糟糕的 神还是有所称赞的地方 也有所保存 保留那个教会的理由 可能教会里面 很多人是死的 像沙比教会 按名字你是活的 但是实际来讲你是死的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人 主说 为着那几些人 主把他叫做教会 保存这个教会的运作 各方面 所以我们基督徒 对主的教会 有一个基本的爱 牧师是教导 劝解 然后需要把一些实话要讲 但是如果我遇到一个灵恩派的弟兄姐妹 我并不是马上说 你教会有问题 你们不会听到 主牧师跟人牧养 或者交谈的时候 这样讲话的 我也会先问你教会的一些动向 然后你教会的一些长处 真的找不到长处的话 起码你教会很活泼 起码要找到 先讲这个 因为无论怎样主的教会 有一个基本的爱跟尊敬 是应当的 然后有时候 他就提出他教会的问题的时候 我通常的人是这样 你站在他的时候 他就把他不好的 那个教会不好的东西讲出来 你要批评他教会的话 他就说 所以说我教会不好 他就把我教会很好的地方 又要讲出来 所以他真的很自相矛盾的 因为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 有一个很真实的判断在心里面 所以他只是用反击 这样 所以我们要帮助教会的时候 我们跟人谈的时候 尤其是基督徒 你在哪一间教会 这样的教会也不错 你这会怎样 好吗 直接这样问 很温柔的问 如果他很好 我们什么都很好 什么 那你就不用再讲了 不用讲了 因为他都很好 那让他继续成长 如果他提出的话 你再给你的见解 这样不止 我们的话要用言条 总是你要记得 那我们不要起争断 这也是圣经所讲的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跟众圣徒交谈的一个智慧 好 请问牧师 对于教会借着人数和权力参与反同婚法的看法如何 我认为圣经是明确的说同性恋是罪 但教会仗着公投政治及法律去欺压同性恋的 是神喜悦的吗 各位 我们对同性恋的一个见解是什么 你先要知道 我们首先 我们要问教会接受不接受同性恋 我们接受同性恋者 但是我们不接受同性恋行为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你这个地方要分清楚 有一个同性恋者 他走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是接纳他 因为他能走进教会 能够听到真理才能得救 所以这一点 教会就是要想说 我们要为同性恋者做什么 要怎么爱他们 辅导他们 让他们真是看到基督徒的爱 这一点你明白了 另外现在你要讲出同性恋的行为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做法 你不接受那个行为 所以他说什么 用人数 还有什么 权力 权力还是什么 有时候你先明白说 当你要指出人的错 有时候我们要想到 人本一个很基本的尊严 那你批评有一些同性恋的事情 同性恋行为的事情 不要无根无稽的批评 同性恋者都是恋童的 什么你这样讲 同性恋者马上生气了 我们哪里恋童 我们只是很真实的相爱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人是根本无根无稽的攻击 我们就回到圣经 很清楚的说 神没有创造这样的恋情 没有给我们男跟男 女跟女的婚姻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起初神创造一男一女 那这个方面 在讲台先要很清楚的立场 但是也很尊重同性恋者 但是我们讲清楚 有一些同性恋者说 我们生来就是同性恋者 那如果他提出这种的对立 说我们生来 那为什么神造我们 那我们也是用真理回应他说 没有人生来是同性恋者 就很像没有人生来是小偷 你生来是贪心 但是直到你偷东西的时候 我不能叫你小偷 我不能叫你小偷 所以你生来有同性恋 议题的人他们的一种说法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先纠正人的一种思想 之后然后一步一步 然后再要牧养他们 了解他们的情况 其实很多人是小时候没有同性恋 他们是到一个年龄 可能遇到一些事情或者受到旁边的影响 或者一种风气来的时候 或者他们对异性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就说我就是同性恋 其实有时候就是人成长的一种过程 但是被这种风气影响成为信念 那信念之后 那当然你的心就起向这个东西了 有时候也有这种因素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能够探讨 其实我也很想跟那些同性恋者坐下来 曾经我跟一个弟兄坐下来 他也这样跟我说 其实生来不是这样 但是当你进到第一个恋情 第二个恋情 当你进到这个罪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越来越被捆绑 你的心就越倾向同性恋 所以我相信它是其中一种经历 但是我可以的话 我愿意同性恋者坐下来 我们彼此尊敬的这样谈论这件事情 我们基督要能够做这样的事 所以你要做这件事 你要去考究同性恋的东西 不要道听徒说这些 好吗 好 请问牧师 有朋友已经听你的信息四年多 但仍然去先知性聚会当中 朱牧师有什么建议呢 让他去咯 怎么怎样 我又不能绑住他 所以他就 所以他喜欢朱牧师 那边就是这样 你只能说 你两头不早按 就是忽冷忽热 那所以 神跟 以利亚跟 以色列人说 你们心识两意 要到几时 以后妈就跟从耶和华 不然就跟从巴黎 大家就安静 不好讲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 要用神的话 不用讲到 来唤醒人 那请问牧师 我有12岁青少年的儿子 不愿意跟我去教会主日敬拜 参加儿童主日学 也没有热忱 请问牧师应如何引导 才不会让他排斥 12岁的孩子呢 他不去 你就不让他去 那是你的不对 你了解的 12岁你要坚定 听他说孩子 教会不能不去 那你学校能不去 教会不能不去 你就讲不出这句话 对不对 因为你觉得学校更重要 对不对 但是我的意思 你要坚定在 你的信仰多重要 你的孩子会知道 所以你坚定在这里的时候 孩子就知道 那个最终 我的小儿子啊 有时候真的调皮 给我很多导弹 但是他知道的 教会一定要去的 无论怎样 比如他问我 爸爸你要管我到几岁 我想按圣经的话 20岁 20岁可以吗 圣经20岁 你许愿把孩子献给神 20岁以前跟20岁之后不一样 在道德法律呢 20岁以后犯罪之后呢 你要承受法律的 那个 the full measure 就是那个完整的刑罚你要承受的 20岁以下呢 就不一样 所以在圣经呢 那个minor还是20岁以下 有些国家是 18岁还是minor 新加坡是16岁以下是minor 那个叫什么 小什么 你们叫minor 华文叫什么 未成年对不对 未成年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跟他说到20岁 等下到20岁了他怎么办 我那时候再想办法 但是先遵照圣经的话 无论怎样 有时候孩子要刺青 你翻开圣经的话 讲孩子这个意思 不行 那利未记已经有讲 那这些 有时候 我们就是 为什么我在高雄 讲基督教伦理 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去听一下 我们整天讲得救得救 现在没有讲基督教伦理 这也是一个问题来的 因为保罗的书信 讲了有关重生得救的东西 之后一定 你们蒙昭当于蒙昭的恩乡称 行事为人 这个就是基督教伦理了 后面的这些 如果没有教导 清楚的教导 全面的教导 你就发现 孩子到一个年龄 他就跟你说什么 每个人都这样做 或者他跟你说 谁说要这样做 Who say so God say so 圣经的话 直接的 但是你要看 因为我的孩子 是从小在教会长大 那如果你的孩子 是中间才去教会 中间的时候 你就要很好的 为他的救恩祷告 然后一直到他一个年龄 你尽量可以拉着他去 不要让他有过度的自由 尤其是在信仰的东西 你要知道 孩子知道你持守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你绝对骗不过孩子 所以请父母要祷告 这是还是父母的一个权柄的问题 好 请问朱牧师 有时会怀疑自己的性 是真性还是假性 因知道自己有罪性 所以也想过 当困难来临时 会不会反而逃避 将自己软弱 看成理所当然 你为自己真性 我该如何处理这块想法 我先说 你不要因为有时候苦难来的时候 你心里面有那种挣扎 或者有一种忧患沮丧 你就以为你没有真性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你有挣扎 证明你没有死 你没有挣扎证明你死 你很爽快地爱世界 这证明你到底有没有生命 可能没有 你们了解 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 就因为有忧患 然后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软弱 所以就以为自己怀疑自己性 所以这是一点 有时候我们良心是很敏感的人 他就听自己的良心给他的控诉 他没有问 其实神怜悯我们的软弱 今天下午说什么 叫我们来到神面前 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 来到他的施恩座 从他得怜悯 得恩惠 得随时的帮助 这个是我们圣经的应许给我们 另外一点 我们每次讲信到底有没有真性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 彼得后书 那里讲到 你对你的恩招有肯定 是什么 你不是留在信的 有了信的 在追什么 知识要认识 有了信的 追求德行 所以你行出所信的 开始去教会 然后在追求知识 就是想读圣经 有了知识追求忍耐 追求解释 追求爱众人 追求爱圣徒的心 这个就是我们的努力 我们不是靠这种行为的努力 来得救 但是当我们 努力追求这些的时候 也证明我里面有真实的信心 了解吗 所以信仰 我们讲信这个词 不能让它留在感觉 不能留在感觉 所以 改革家讲信的时候 有三种意思 对不对 一种信是先是讲内容 你信什么 所以信 你知道你的罪的内容 为什么 唯独基督的内容 那个内容先 你信错内容 你拼命信也没有用 但是内容的东西 你要知道 不等于你真信 这只是一个information 第二 你承认 我承认耶稣为我死 我承认 也不代表你是真信 因为这个承认的信 圣经说 魔鬼也知道有神 也只有一位神 但是他是不信的 他是惧怕的 所以我们知道 真信一定有第三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的意思就是 你完全的心中的信靠 信靠这位神 The personal trust 英文是这样讲 所以那个心中的信靠 跟他的那个信靠的关系 那个才是真信 所以这三个信 一定有三个因素在里面的 所以不要留在内容 不要留在精神上的一种承认 真的是你的生命 有没有真依靠这位主 希望会知道 好 请问牧师 设立女牧师 女子蒙头 是否违反圣经教义 设立女牧师 再设立蒙头 所以这个女牧师 所以这个女牧师 要蒙头 到底合不合圣经 我自己本身不接受 教会应该 我不接受姐妹能够成为长老跟牧师 我自己本身 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个观点 但是后来我俗读圣经之后 我就认为说 圣经里面许可女子是 但是做长老跟牧师 这是治理权 治理教会 所以圣经有讲过 听过他也前书二章十二节 保罗说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他管辖男人 所以这里有两种权分 一个是讲道 另外一个是掌管管辖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 你要管辖 教会的弟兄这样管辖权 所以这个是一种治理权 那当然有些人说 讲道权跟治理权几乎是一样 但是我们很严谨的问 当保罗讲讲道的时候 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 那个teach 那个teach指的是teach什么 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的时候说 他说我不许人传异教 也是用teach 那个传也是teach 所以那时候讲的 不许人teach force doctrine 传异教 所以我认为 保罗当时候讲的是 不许姐妹带出教义 明白吗 教义 所以使徒们都是弟兄 他们带出圣经的教义 所以我是这样认为 所以在某一些方面 可以许可一个姐妹讲道 但是他不能是成为带出教义的 神是一个雄性的形象 他是王 他是父亲 对不对 因为王父亲 他要带出他是保护者 他是主宰者 所以这个是雄性的象征 神先造男再造女 你看 所以治理保护 在前面带领的一定是男的 所以这个是创造的原理 这个不是跟文化背景 有关系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 提摩太前书十一章五节 保罗说 女人祷告或讲道 若不蒙同 那就是他的羞耻 所以那句话说 女人可以 换句话说 可以祷告 可以讲道 但是要蒙同 那蒙同是什么 一定是顺服的象征 所以姐妹讲道 可以讲道 一定要 好像我们教会里面 只有慧君传道可以讲道 他讲道的时候 要有一个 谦顺的那个样子来讲 那最多是到这样了 所以我每次跟慧君传道讲 你已经在教会界 到了你的顶峰了 不能再上了 所以我就让你留在这个 女传道的位置上 你不会成为长老 也不会成为女牧师 我就这样跟她说 因为你成为长老牧师的话 你有这个自治权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不符合圣经 但是你可以讲道 如果我眼睛的看圣经 我可以让你讲道 但是自治权 你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首要管制教会的 总是不好 尤其下面都有弟兄 我为什么不让弟兄带领 当然我讲这个 在台湾肯定不受欢迎的 这里女牧师多个男牧师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讲的东西 不是文化背景的问题 这个是创造的原理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在高雄 我也是讲过这个 所以这是我的观点 当然有一些教会 我记得史普罗牧师 他曾经在的一个长老会 他们有案例女长老 他们有案例女长老 所以他就也不接受 他不接受有女长老 但是他尊重整个教会的制度 所以他就跟主任牧师说 你容许我不参加这个案例 所以他是这样要求 所以表示他不接受 但是我尊重教会的制度 然后可能女长老或者 告诉他要怎样服侍什么 他也愿意这样跟主 但是他有一个表示 你明白吗 所以我也不能说 我去到有些教会 我看到女牧师的话 我不承认你 我也不叫女牧师 我不可以这样 你要尊重那个教会的制度 但是总是我有一个立场 你了解吗 如果是有生命堂 我不会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某某长老会 进行会 你要案例女牧师 那我也会尊重 叫他一声牧师或者长老 也会了解吗 OK 那这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请问牧师 恢复使徒时代的神迹歧视 依病赶鬼释放 有预言 为何说不是重点 耶稣不是在经上要神迹歧视 随着... 神迹歧视随着谁 随着谁 随着所穿的刀 然后谁穿的刀 使徒 不是众圣徒 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 因为使徒是要写圣经 得神的启示 所以使徒们当然 他们也是要神迹歧视随着的 不然随证识 他们所讲所写的是从神的来 所以了解吗 所以这个sign 我早上也讲过这个 圣经讲神迹的时候 我们英文翻译 Miracle 好像是 觉得是好像超自然 的确那时候是超自然 但是真正的意思 真正的意思是sign 一种迹象 sign 使徒的职责 所以使徒的权柄 使徒能行的神迹 他们能行 要证实他们所穿的刀 但是不是叫世世代代的人 都行这样的神迹 世世代代的人 要跟着 这使徒 他们从神领受的这个话 遵从他们所写的这个话语的 权威 绝对的权威 如果现在我到处去叫死人复活 然后现在我跟你们说 我也告诉你耶和华上帝讲什么 你们看这个神迹 然后你们现在要听我讲的 这不是很奇怪 所以神不会这样做的 神不会造成混乱给众圣徒 他让使徒身上有这个名证 是因为他们要写的神的话 之后的信徒不需要整天呼风 万里叫死人复活 但是为有病的人祷告是应该 然后按着神的主权 神要医治会医治 但是不是叫我们天天呼风万里做那样子 神也会减少 甚至那些超自然 非常超自然的神迹 我觉得神一般上是不做的 因为一做的时候 大家是关注只有在那样的东西 神要我们回到他的道 所以灵魂派跟新使徒运动 每次讲五重执事 先知 使徒 使徒先知传福音 先生对我的信仰很不以为然 这一年多我听了朱牧师的信息 先生有看到我生命的改变 但还是不愿意信主 对于福音短讲信息 都没有耐心听完 更何况邀约他进教会 除了祷告以及我在生命上要有所改变 再来我还可以做什么 其实当你遵照圣经的话做的时候 首先你心里是平安的 你一定要明白 所以彼得前书三章那边已经说了 有丈夫不听到的 也会因你的品行被感化 但是被感化是一点 他来到主前 你又是另一点 你明白吗 他被感化 起码他说 你信了主有改变 你的神可能是真的 但是他自己要归向主 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你保持就好 你不要着急 因为神有拯救他的时间 那你继续活出一个真基督徒 希子的那个美德 那张峰有时候遇到有些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依靠你 心里会依靠你 那你带给他的安慰 会留在他心中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姐妹们 不要讲是姐妹 连弟兄也不能强逼他的妻子信主 所以信主的事情是圣灵的工作 好 那请问牧师 不见 请问牧师有一次在教会 我说到人生无常这四个字 被一位弟兄提醒 基督徒不可以说这四个字 会很不属灵 说这是佛教徒的用语 不知朱牧师的看法为何 基督徒在这世界 要怎样说话会比较好 你不要讲人生无常 你想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底下没有心思 但是你不要忘了 传道书不是在虚空的虚空而已 那个只是滴滴耳道 走到后面的时候 人的本分还是要怎样 敬畏神 尊心神的旨意 这个最后 因为要告诉我们 除了我们敬畏神 尊崇神以外 人在地上所有所做的东西 其实捕风捉营 所以你说捕风捉营 要不要上班 要不要结婚 你尊崇神 敬畏神来上班 来结婚 来过生活 那就不一样了 你们明白吗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人生是这样 我们走到一些地步 我们忘记主 然后只有遇到患难 苦难 忧患 就是说人生没意思 就是这样 人生无常 其实这是我们的一种哀哼来的 神为你预备的 是你心为神想到 耳根为神听见 眼为神看见的 有时候你今天有痛苦的时候 你不知道明天 上帝什么赏赐你 你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人的心是一直变的 有时候一直遇到挫折的时候 觉得好像我们人生就是挫折 不一定 然后下一刻忽然间遇到好事的时候 这人生值得活 有没有 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一直在变 对不对 神是真实的 人是什么 虚枉的 这一点你记得之后 我每次跟我自己讲 我很沮丧 很低潮的时候 绝对不要相信我的心 我的心都会欺骗我 所以你还是要回到真理 阿们 那帝兄 来 莫斯坦不好意思 刚我有遇到那次有弟兄前面 他对于这个灵的部分有特别的敏感 就是说可能上帝给他很大的恩典 所以他可以听到上帝的话 还有就是他有遇到什么奇迹式的神迹 然后他这样子在查查经 或是在聚会都能分享 但我在想说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一位弟兄或是姐妹 要不要辩论吧 因为还是说要不要说你讲的我又不行 其实这些他们说自己的心灵很敏感 什么东西 首先你跟他说 这个跳筒的人 鬼上身的人 他们也讲同样的话 我们的灵很敏感 所以鬼能够上来 附在我的身体 所以他们讲的这些东西 跟异教他们经历这种属灵的那种很奇怪的东西 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所以第一我们会想说 如果异教也有你也经历 那这是很值得可疑 或者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说你能够特别感悟上 肉耳上 肉眼上 看到听到 你不要以为你高人一点 你不要以为你看到很无限的东西 其实无限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属灵的 只有这些神的话显明在我们的心 所以圣灵无限的感动我们 对不对 但是当你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的肉眼 肉耳听到的时候 那个已经是有限 有限 他们以为这样很独特的听到是无限的圣灵 奇妙的 不是 其实很有限的 所以神感动人 无限的感动 用祂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 一个原则能够无限的应用 对不对 但是祂是只有听一句话 然后特别就按照那句话做 其实我认为圣灵不是这样感动人 所以这一点你先让祂明白 你是限制神 限制你一直要听这种肉耳肉眼能够感触到的 你是限制无限的上帝 所以这两个人 第一个是危险 第二是告诉他 其实这是很低等的 所以异教都是用这种东西来挑动人的心的 你有没有发现异教的 那他信不信之后就是由得他了 你也不能强逼他 我们台中的聚会就到这边 刚好十点 感谢主 这时候我们请张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再次感谢张牧师这次为我们过来 我们拍手 我们也感谢我们台中基督生命堂的重同工 灰之士的聚会这样的 费心费力 神纪念你们 好 我们张牧师 好 一起打吧 好 说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在这两天的时间 你满满的 你话语的恩高 高某在你的夫人 诸诺师的身上 你也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一起领受 一起蒙恩 一起喜乐 主要我很相信主 你的话 你的道已经传了 主要但是你圣灵的感动力随着我们 继续在我们的心中 来帮助我们 逃走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心意更新来变化 愿主 你借着你而 化你的恩高 继续让你的荣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现 也继续地按着你美好的旨意 台中基督生命堂 的弟兄姐妹 一起蒙恩之外 也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 在这地 祝福这地的百姓 谢谢主 谢谢主 让我们永远这样子 一起侍奉 一起蒙恩的机会 阿们 感谢主 祝福到你 神俩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